易善怎么观察这一局 而且周刊今天就放话 放话说 克文哲跟郭台铭先约会过了 所以克文哲这个政治渣男 勤勒国民党劈腿郭台铭 为什么这么讲呢 郭台铭也心甘情愿的做小三小四啊 不然自从兵德之后没版面了 对啊 我来讲的是说 克文哲其实一开始 就不打算跟国民党合作 所以他其实堆叠了很多的条件 不是堆叠善意嘛 他从五份民调三场辩论压日期 然后现在又说什么手机视话 一堆的条件要国民党去接受嘛 所以被金小刀看不过手脚 直接丢了一份民主投票制嘛 民主投票制是代表说 我有组织你没组织 我有票你没票 我有人你没人 所以克文哲在所谓的 拿到这份所谓的民主协议 他们其实事前是不知道的 事前不知道 事后看到这份的东西的时候 发现了 原来是一个很好的分手理由 所以他们在第二天的晚上 第一天的晚上 克文哲就马上把直指战犯 就是金小刀嘛 他为什么直指战犯 就是金小刀 因为是金小刀是国民党内 唯一看得懂 克文哲在玩什么游戏的人 所以金小刀为什么丢民主 所谓的投票制 不是要为了跟克文哲合作 一样也是为了找到分手理由 我不跟你合作的 这是唯一金小刀 国民党内唯一看得懂 克文哲在玩什么是金小刀 但是克文哲是看透了国民党 也就是说看透了国民党 不敢跟克文哲分手 所以只有金小刀敢分手 其他人不敢分手的情况下 你看哦 开始有些附带条件出来的说 我们可以修正啊 我们要爱二次会 所以国民党内对于 克文哲的态度是不一致的 所以金小刀的态度是坚定的 但是国民党却不是金小刀 在做决定 克文哲也看到了这个破口 所以把所有分手的责任 都可以推给金小刀嘛 推给国民党嘛 所以接下来如何做勤勒国民党 这个叫勤勒 我把责任推给你叫勤勒 那勤勒的最高招就是 因为你的错 所以我可以跟别人在一起 这是勤勒的最高手段嘛 因为你不好 所以我跟别人在一起了嘛 而且郭台铭同时也是 被国民党所抛弃的那个人嘛 两个被抛弃的人合在一起 可以同时指的你所说 你就是一个不愿意合作的战犯嘛 所以为什么 所以这两个的诉求 就是不被爱的是小三 然后就可以弃保国民党的小三嘛 所以就是 所以他们才玩一场叫弃保游戏 而柯文哲在里面确实是高手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郭台铭谈 也是真的谈嘛 当然也不是真的愿意谈 因为柯文哲目前的民调就是老二嘛 那个郭台铭就是老四嘛 怎么可能让老四去做老大 所以这个柯文哲跟郭台铭的谈判的过程 一样会重演国民党谈判那样一个过程 我一样要用民调 那你接不接受 甚至这次更好谈的 民调还不用五加三加就好 也不用辩论的 因为你民调你即使变也输我 所以不用辩论直接做 那郭台铭会不会接受 当然也不会接受嘛 所以过程里面 他一样要把分手的责任推给谁 推给郭台铭 而柯文哲把所有蓝白不合 郭柯不合的责任推给对方的时候 他就占据了一个所谓 气保最优势的那一方 其实柯文哲整个局 他是在操作气保 而不是操作合作 而他占据了一个所谓的气保的优势 一他民调是第二名 二他在所谓的合作方 你们两边都不愿意退的情况下 而我是有诚意 拿民调跟你们协调的时候 他就站在正义那一方 这也是他最后的目的 好 以上我跟你讨论 整合两个字是一堆人一厢情愿 柯文哲从头到尾都没说要整要合 柯文哲有整人没有要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柯文哲是老二 他当然会觉得他要操作气保 他干嘛要合作 他那么自私的狮子座 因为我也是狮子座 我知道狮子座的自私 自私的狮子座 自己可以做老大的时候 怎么可能做老二 自己可以做老二的时候 怎么可能做老三老四 我直接 柯文哲就是实力 和平靠实力 我的实力是老大 我就做老大 我的实力做老二 我就做老二 我没有做老二 还要变成小三小四的嘛 所以柯文哲的游戏规则 其实也是回到非常科学 他的科学就是 我现在是老二 你们这些人要合 你们去 就这样 就帮忙翻例嘛 所以他在内部会议说 国民党去 我完全理解他 他要表达什么 他的意思是说 我是老二 你们来找我合 合什么鬼东西 你们去 就是这样啊 因为你们是一个淘汰赛 要去 的政治人物啊 但是这三个候选人 民调虽然是柯文哲最高 声量虽然是柯文哲最高 但是实质的实力 是柯文哲最弱 实力都你们说的 你们来碾压我啊 国民党赶快碾压我 他就是这个态度啊 对啊 所以金小刀看到了 我就是金小刀看到 柯文哲的那个虚嘛 所以他金小刀 事实上是想要碾压过柯文哲嘛 所以他看到了韩国瑜 可以确认 可以挺侯友宜的时候 他直接想要在声量上面 透过侯友宜 韩国瑜来碾压过柯文哲嘛 但是国民党的小鸡们 或者是国民党党中央们 却看不懂金小刀在玩什么 其实他们叫做害怕 就是胆小鬼游戏 他们害怕说 如果没有柯文哲这块票 其实柯文哲有讲到 他那块票是怎么虚哦 因为柯文哲讲一句话 我没有选 你侯友宜也赢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票 不可能给侯友宜 也就是说国民党都看不动 侯柯文哲的票 是不会投给侯友宜 甚至不一定投给 国民党的小鸡 他的票就是所谓的 而且在基层里面 他会散到不同的候选人身上的时候 柯文哲的票很难转移 但是他却拿着 这个很难转移的数5%的选票 去跟各界威胁嘛 这个是柯文哲厉害的地方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